我們連會都全療痕 連會有、連會沒有、連會有 連會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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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會有 那麼意思是說,我們會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說這個 所在說有什麼就要為這個一斤發鈣 還是說這些道理 我們會去顧 我們會了解它的意思 那麼如果說聽得比較沒有 我們也是要訊息 所以這個所在說,一斤發鈣性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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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一斤發鈣性是清淨 那麼常清淨無相,不可得失意 這個一斤發鈣性是清淨無、雙 所以,第一就說這個一斤發鈣 一斤發鈣就是一般人說 不清不白、清淨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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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無、ろ、無,假、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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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這一個常清淨 不可得失意、不可疏疑 不可屬於 這是一斤發鈣 這是一斤發鈣 不可屬於就是說一斤發鈣 不是用我們人可以求關於 可以了解,这是用这个元素 用中心的心没法思议 没法思议 也没法用元素来表达 来让我们了解 这叫做不可思议 这是说这个技术 感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继续看这个三十五鸭 说这个一斤合钙门 说一斤合钙行没法无忠心 最清清无雄 恒常是清清无雄 不可得失意 不可属于 那么论曰 大佩禅师给他说 说所谓的一针法界 一斤合钙 空有尚未成形 意思说这个非空非游 一斤合钙就是主法的失效 主佛所选到境界 主佛所选到这个针利 那么呢,他也没有空也没有佑 不能说空也不能说佑 所以空佑也没有生形 中心跟主佛也完全没有这个分别的迹象 也没有分中心也没有分这个佛 清清离无忧任何的相貌 这个一斤发生是清清 无形无上 像像像中说无冠无佳 无短无底 这个真实的实相 它是无任何的一切相 像像金光金说离一切相 这面主佛 还收入相 还是希望 那么呢,这个相都没有了 赞然捷径而常住不动 那么赞然清净 那么相处不动 这是形容 这都是形容这个一斤发改 用意愿来形容 一无丁肃起一境消融 有无意有意无 非有非无 这四句也不可以说 百种的过非也完全堅堵 过非就是说 比如说百非 就是说非有为 非无为 非有肉 非无肉 非色非心 对吧 那么非清黄四百 长短方圆 丁丁 那么这种也都没有 没办法来穿他的名称 他们家的供名叫做一斤发改 供名就是说 勉强按一个名 比如说佛所政的这个境界 那这样的事实上 那么无法度跟他说 无形象 无法度用意愿来说 那么勉强叫做一斤发改 万经当中 说到第六地的既胜 第六地就是菩萨 第六地的菩萨 既胜里有说 说发行本质无主胜 有如虚空不分别 超主触得 大人都真是平定 最清净 平最清净 这是说到这个法案经里面 说这个发行本质无主胜 那么这个既胜 以免这段说这个既胜的初语 标示出这个发行自贴 本来的一月 第一语就是说 发行本质无主胜 那么标示说这个发行 它的本质 它是一月的 那么也无主胜 所以这个所在说 无性灵 凡夫差别吉祥 比如说 我们念佛 说这个一斤发改 跟我们念佛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我们念佛 念佛都说我是佛 我是凡夫 那么阿弥陀是性灵 我希望阿弥陀给我们接应 但是这个所在说 一斤发改 这里没有在佛说佛 跟佛众生 那么呢 如果说众生 阿我是众生 我就不可能做佛 如果说众生 我是众生 我就不可能到佛的世界 那么但是这个所在说 众生跟佛的 都是希望没有这个分别 没有这个分别 反句话就是说 凡夫不是凡夫 那么佛在来不是佛 什么要做佛不是佛的 比如说这个佛众生经来说 比佛的不生不悲 那么现在它们是现在这个 世风教世界做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本来也没行没行 但是因为随众生的 来是现在世风教世界 那么阿弥陀本来也不生不悲 没来没去 那么这个所在说这个体型呢 就是说 一斤发改的体型呢 主要是没有这个生命跟凡夫的差别 所以说法安经这个第一句旗 发生本习无主秀 这是说到这个发生的本体 无秀无分别 再来说第二句 譬如说 有如虚空不分别 这是第二句 我安经的第二句 那么有如虚空有三种的意义 第一呢就是说 譬如它无分别 像虚空同样 虚空无分别 无分别 那么这个发生的也无分别 像虚空同样无分别 虚空无分别 譬如说虚空就包含这个世界 虚空就包含我们整个山 整个海 整个台帝 譬如说这是山 这是海 这是台帝 这是什么 像虚空当中 我们现在有说有太空梭 还是有卫星 空中也有很多的本舌 有人说我说 空中中这些派起的卫星 和这些轨器的东西 你空中派起的博物 都在空中 你空中有像我们这些派档派体 那么虚空也无分别 那么虚空当中 包含了我们这个地球 包含了一些中性 它都无分别 所以这个第一就是说 如虚空就是 譬如说这个发行 这个发行它是无分别 发行是普遍 普遍 普遍就是说发行 不是说因为我们是反复 所以没有这个发行 那么发行不因为说它是活 它是佛山 它就比我们更多 我们是反复 我们做起来就更少 发行它是无分别的 所以如虚空呢 这个发行是 大家都有记住的 都是无分别的 第二这里 譬如它的测的无上 这个虚空就是 譬如说这个发行它是无形象 虚空无形象 虚空不是青、不是红的、不是白的 对吧?虚空也不是这个 它是有困的、不然红的、不是红的、是红的、是红的 那么虚空是无形象 第三呢 譬如它的糊片、公代 虚空它是 糊片之后是风色感 那么发行它也是糊片 那么第三句说 敲珠、粗状 说这个敲珠、粗状 産圆堂内 这个敲珠、粗状 是说心平的圆处与所处之处消费 这句话 看佛里面说心形触灭 心形触灭就是形容这个发行 发行是心形触灭 还有一个言语道断 这句话呢 就是我们如果要看 经一宫看着 经常看着 说这个发行是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那么言语道断跟心形触灭 如果把它翻作白位 就是说这个所在的讲 是说心形的圆处 心形就是表示能取的心 叫做心形 这个处就是所取的境界 叫做处 如果他叫做这个为师 能取的见分 叫做心形 那么所取的相分 叫做处 那么能取所取都灭 没有能取所取 所以叫做心形灭 心形处也灭 所以叫做心形处灭 意思是说 没有这个能取所取向 能取所取向 超诸取拙 超出这个能取所取向 所以说这个形容这个发行 发行 那么发行是超出的这个能取所取向 这边有这个能取所取向 这边有这个能取所取向 比如说 令严谨来说 说 众辱灭雀见闻觉知啊 内守悠闲 尤为法尘分别影视 就是说 就是说我都没分别 所有的 我这个攀岩 属性都已经生了 那么呢 那么呢 心来保持一种清清清清的状态 那么呢 我们的灵严谨来说 这也是法尘分别 法定的分别 法定的分别就是说 你现在所 主的境界 也有灵处跟所处的境界 有灵处的心 来出那个测证的境界 那么呢 这样也不是真的一面 也不是说 他想说那不是建成 也就是说不是叫做开门 那么那也是还有出狱 灵处所处的境界 那么如果灵处所处 有所既知上的 那么都是分别心 都同样是分别心 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也是分别心 有灵处的心 还有所有处的境界 偶尔有人 有一个人搭着 说他看到什么 我看到什么境界 我看到什么人跟风味 我知道什么事情 如果依照这个所在的意思 也是同样 你坐在这里看到 跟你的立定当中看到 也是同样 也是境界 那也是分别心 只是说看的不同样 对不对 看的不同样 就是说 你如果有的人 因为说我在立定当中 看到那是真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假的 我知道我现在有搭着 我有想定 对我看到什么 那才是真的 那你们都是假的 我会比较高 你会比较高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说 也还有灵处所处的一项 灵处的心跟所处的一项 什么是灵处的心跟所处的一项 那就是比如说 你在这里南岛 看南岛的境界 那么如果你去台北 看到台北的境界 台北也不比南岛 比较高 如果你以为说 我现在可以到那个地方 我看到那个 我是比较高 就比如说 你可以到台北 你看到 那也是那个心 也是那个境 我们在这里看到 南岛 也是这个心 也是一个境 那么你现在 喝喝散乱 心在这里 也是一个心 一个境 那么 大佐立定 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那也是一个心 一个境 有心有境 那就是都分别的心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说 有这个心 形 触面 就是说 真正的 状态 是没有 那个 灵魂的心 跟 双魂的境界 所以有的人说 哦 我要来跟别人认识 可以看什么 可以退去心 那也是境 还有医副的 说的 唯一是说 有人说 可以离开心 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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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世界 那也是有一个 看到一个 所看的境界 那也是一个境 那个境 也就是 因缘 缩心 因为你 好像人说 哦 你有 有何做 坐了 那个庭 或是说 坐多久 或是说 你的 体 你的身体 可以安装 那么 所以看到 那种的境 但是 那也是 它免缘法 它免缘法 就是说 你就坐的 那些有了 如果没坐就没有了 你就一定要去坐 坐的时候 再说有了 那也是 它免缘 它免缘 不免缘 不免缘 那么 那些地方 所得到的 也是 凌处 缩处 所以 金国经 里面说 反省的上 它是希望 包括 起到 佛三十二 上 也希望 如果 如果 一条 衣衣食材责 如果 一条 三十五万 吃 那都是希望 都是希望 就说 看得多 看得多 也是 分别心 所以 这个地方 就是说 心行 触灭 就是说 凌处的心 健分 跟所处的 存的 境界 相分 都没有 都没有 如果还有 那也是境 那也是境 所以 如果一条 有境 说 你因为 我们为虐 虐 到来说 室界 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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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境界 对不对 到来 这个空无边 四无边 无室界 那也是境界 不然 就超出 就是说 凌处的心 跟所处的境界 可以按住在那里 到后的境界也会湿起 湿起后 这个心 也会堆落 又沦迴 也无法超出 那个 这个 有这个凌处的心 跟所处的境界 那么这个 所在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还有存在到 这种种态呢 那就是真正一备的 种态 真正一备是没有这种 所以我们刚才说 林安坚说 就是说 你现在的心 来都安静静 我可以提供 这个安静 心不属性 心不分别 像人家在凌复的时候 我们人家在凌复 凌复就凌复就好了 有的人会说 我凌复凌复 我现在心清醒了 我这个心就是 就是安静安静 其实也有一个清静的境界 至于你知道清静那个心 那是说 因为念不 念到一段时间 没有望向的时候 所以三星这种的事情 我生 如果因为实在 那也是希望 如果因为实在 那也是假的 所以 也没到 也没到 我现在 当下 有这个没有凌复的心 我已经了解 这个实相还是怎样 没到 那个 感觉 所以说 真正的这个发生 它是没有这个分别的 没有凌处的心 跟所处的感觉 再来说 36个 绝缘道 转缘得 就是说 言义旨得的 短独 意思是说 没法用 不可以说 所以 不刻意思维 不刻意思维 就是说 不是我们想的 也不能依言来议论 不刻意 依仪言来说 所以 以前的周术说 柔仁 柔仁引水 像人喝水 似的 冷暖自知 小冷的 自己知道 到底 这些 多小多冷 多小多冷 现在说得出来 整肚 对不? 如果有的人说 不能吃过 比如说 以前不能吃过榴梿 人家说榴梿是什么味 怎么说也不知道 对不? 你吃着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说 榴梿是什么味 有的说很香 有的说很香 有的说什么味 那么 那你就没怎么说了 真的吃着就知道了 你用一本榴梿是什么味 也不知道什么味 那不是 可以说 还有说 这个 一斤发改 一杯就发生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是说什么 真实 平定 最清真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这句呢 总结的 全向于真实本质 意思说 这个呢 一斤发改 它是真实的 那么平定 是真实来不希望 生为 意思说不希望 平定 只不差别 法性是平定 上诸不当 没有千亿改变 清清 没有吃货的烂汙 所以要是平定的 像我们刚才说 如果真的发生 是说 我们在地上当中看到的时候 感觉到什么 跟我们现在 当下散软心 在生活 过生活 那是都要平定 不能说 那时候有 我们现在就没有 我们现在就没有 因为发生是平定的 在中心 在散软心 在贪心室 里面 跟主要 正到这个 真理的时候 都是平定的 如果有 跟他说 哦 那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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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没有平定了 但是真实的 发生是平定的 不改变 所以清清 没有物量 那么这是呢 那么这是呢 来第一呢 倒配禅师 第一说 这个一斤法改 形容 这个一斤法改 那么 那么再来说 问曰 问 意思是说 如果 如果是如初啊 这个一斤法改 没有完美 又没上 那么呢 又没法说 那呢 如果是这样 那一切中心 要怎么可以 随随 来 这一斤法改变 这一斤法改变 一斤法改变 也没有中心的分别 也没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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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平定 也没有中心 也没有中心 也清清 那么 还没法说 也没法说 也没法俗语 那如果 这种的道理 那一切中心 要怎么可以 去体会到 这个一斤法改变 那么 那么回答 倒配禅师 说回答 人们说 既然那么轻 还没法说 那一般人 是要怎么 去了解 那么回答 说 旧族一斤法改变 当中 本来也没有中心 也没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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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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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随 发行 有些人 可以出离 离开 发行 有些人 可以客 进入 发行 没有中心 意思是 他的问题就是 众生 他不知道 是发行 那么发行 那些轻 没法说 还没有中心 还平定 清晴 这样 众生 要怎么去体会 要怎么去进入 发行 那么 他回答说 发行当中 本来就没有中心 对不 本来就没有中心 那么 没有中心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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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本来就没有 我们一般人 说 我现在不知道 真理 我没有 我不知道真理 我不知道一斤 发解是什么 我们怎么可以 进入一斤 发解 那么 倒背禅师 意思是 本来就没有中心 就没有中心 没有中心 有些人 没有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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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中心 有些人 没有中心 有些人 没有中心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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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进入 这个 这个 意思是 发行当中 本来就没有中心 所以说 我没力 没有了解 发行 那也是希望 所以無論有否出世 無否出世 發生發生都是如此 平定平定不可思議 發生是不改變 不管你有無無無 發生都存在 不管你有生活 你是中心 那麼發生都是平定不可思議 術乃是主佛之君本願術 一切中心 心性 自貼 中心的心性 心心之上 該一切不可思議 平定不差別的真實本質 那麼意思說平定 一切上都不可思議 所以我們說要怎麼了解這個發生呢 幾乎說要離一切上 離一切上 那麼不出於上 這樣而已 那麼所有的上一直離 一直離 到後來有一天呢 他就能蓋上這個真理 如果他就收行呢 我們就收這個空觀 那一個開空 一直不可敵 這樣呢 漸漸離一切上 離一切上 有一天呢 才能蓋上這個真實上 所以 心心之上 都一切不可敵 平定不差別 如果呢 依情一望相來求 不亦遠乎 那麼呢 這樣就是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比如說我們說這個發生本來就清醒了 我們在想說我要正到發生 我要了解發生 我要開胃 我要怎樣 那麼呢 這樣不是越來越遠 本來中心就不會了 中心也不會失 雖然如初呢 如果來嘗試勉強來說呢 如果是要竊立者呢 即使可以為文書菩薩心門來進立 意思是說這個一斤發改呢 這麼多清嘛 那麼也沒辦法說 還沒想 沒辦法看 那麼呢 要怎樣可以進立呢 雖然說中心也沒有失 但是用這個文書菩薩 這個方法來進立 三十七項 說這個大波勒經裡面 曼蘇勢立分 當中這個部分 跟文書菩薩 說這個發生經這個地方 文的跟文書菩薩說 說你以佛法 我們就不出向退休嗎 這個文書菩薩說 你都沒有要退休有法嗎 你沒有要求有法嗎 沒有要求有法嗎 沒有要求有法 沒有要學有法嗎 對有法 都沒有要退休 那麼文書菩薩說 我不僅經過的 有這個法 不是有法 我看每個人都有法 有什麼要退休 那麼文書菩薩說 我沒有要求有法 沒有要退休 就是文書菩薩的意思 如果自己說 你敢說你退休 你都沒有要退休嗎 那麼文書菩薩說 我看 我沒有看過 真的不是有法 每個人都有法 哪有什麼要退休 有什麼要退休 要求什麼 第一 他就說 我看 我沒有看過 剛才不是有法 所以要求什麼 要求什麼 那麼 那時候 就跟他說 這樣敢說 你退休有法 已經成就了嗎 敢你退休有法 都已經成就了嗎 你說剛才都是有法 這樣你退休有法 都會成就了嗎 那麼文書菩薩回答說 我沒有看過 剛才可以叫做佛法 所以 要成就什麼佛法 哪有什麼佛法 那說到佛法 就說 我就沒有看過 什麼有這個佛法 還是要成就什麼佛法 所以 問他 你說佛法 你都沒有要退休 你都成就了嗎 那文書菩薩說 我沒有看過 什麼有這個佛法 所以 我是要成就什麼佛法 我要成就什麼佛法 沒有佛法 我要成就什麼佛法 那麼 所以 有個問 說 你說 你難得不是這條佛毒性嗎 無所得嗎 這樣你是都無所得了嗎 因為沒有佛法了嗎 你都說我沒有佛法 沒有佛法 就這樣 我就沒有看過 什麼佛法 我是要成就什麼佛法 我要成就什麼佛法 所以 就跟他說 你這樣這條佛無所得了嗎 你對這個佛法都不所得了 那是佛法要無所得了嗎 那麼 那文書菩薩說 我就是無所得了 哪有一個無所得 還有這條無所得 意思是 我當佛法就無所得了 無無所得 哪有這個無所得的 還有這條無所得呢 意思是 我不用再無所得了 我當佛法就無所得了 我不會再沒有這條 我不會再沒有這條 那麼這是 道佛禪師 以這個佛法經 來講 說 這樣呢 來啟合到這個無所 無分別 無法原則 那麼無父無中生 這個清淨的已經發改 那麼要如何企圖呢 這個 就是說對 文書菩薩這種的 奉用來契入 所以如果以文書菩薩 來講 可以讓我們的 接近到 這個清淨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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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來發生 所以這三段 這三段 那麼這三段 當然就是 倒佛禪師 以 依照佛祭經 大佛祭經 來在說 文書菩薩 對這個佛法 他的台度 對這個 有所得 無所得 他的這個 看法 那麼呢 再來說 修行佛祭經 那些人 那些人 以文書菩薩 所回答三段 的 悟空 無言當中 所說的 說我沒有記 有任何之法 不是有法 意思是 任何之法 都是有法 他又說 我都沒有看過 有一個 什麼法 我們叫做有法 那麼呢 這是 這個 如果 我們 在 我們的角度 覺得奇怪 但是 每次都說 沒有法 我們覺得很奇怪 那麼呢 如果 依照 那些人 的意思 呢 文書菩薩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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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一波熱情,兩邊都不能穿這邊,也不能穿這邊 如果人類有負責,他就告訴你,我不能看過什麼負責 譬如說,如果人家問我,你都不想對負責 他說,大家都有負責,我是要對什麼負責 那麼,人家就問他,你這條負責 他說,我不能看過,你怎麼會做負責 他如果說這條負責,他就說這條負責 他說,如果我不能看過什麼負責,我對什麼負責 那麼,他又說,你無所得了 他說,我也沒有無所得,我就是無所得,我叫你無所得 無所得,這條無所得 所以,這是文書菩薩的位 如果說他現在的位,文書菩薩都不叫世宗怪貴 譬如說世宗就不說,你對負責 他說,我也在學負責,我也在對負責 對吧 那麼,如果世宗說,你對負責,他說,我現在很了解負責 我們就會對這個 那麼,世宗會說,你無所得 他說,我無所得,我無所得 我都很好 那麼,我們就會落責那條 那是文書菩薩的基管 你用我們現在的時刻說 有說的話,他就說兩邊 就沒有,如果說兩邊都不著 不可以說有無法 也不可以說沒有無法 所以,他只能說,不可以說我有念物 也不可以說我沒有念物 人家說,你都在念物 說我,我怎麼在念物 你自己看不得,我自己念物 人家說,你都在求生教世界 這個幽氏大師說,我都無生 我都無生,我都不來不去 我如果沒有去求世界 那是你說,我去求世界 我們也無所求來求 那麼,我們來說,他這個無所得 說這樣,我們覺得說 念面這個地方 我沒有看過什麼不是負責 念面呢,又沒有看過什麼是負責 這樣,感覺很矛盾 那麼,第三句又說,我就是無所得 我就是無所得 哪有這個無所得 誰呢,來又提到一個無所得 那麼,這是文書佛塞 他的貸貸 他的貸貸 那麼,當然這是很輕的得力 我們不夠那個程度 我們看這個文的時候 就覺得說,很矛盾 冰來冰去 那麼,這個道佩禪師說 如是人的信息、理解、無敵、明了 如果他可以照文書佛塞 這種人的意思呢,來瞭解 那麼,這個眾星和祖魂都都在 其實,沒有眾星上,也沒有這個佛塞 譬如說,沒有我眾星來求佛法 有什麼我們沒有求佛法呢 佛法本來就是我們基礎 我們心來就有佛了 你就求什麼佛 或是說你王神教教 我心來就是你正好 我哪有王神教教 那是因為當中來顯露而已 所以,就要了解這個道理 眾星和祖魂的 這種分別都基礎 五法基礎也都空接 五法就是說,我這條什麼法呢? 有法,還有法 那麼,這種的五法基礎 那麼,這就是由這個文書佛塞這問來立 這問來立 那麼,於文書佛塞哪是呢? 諸神國,又是諸地位置國 三十八 是國說佛法大海,神為靈立,地位靈度 有這個神可以進入佛法 那麼,有這個地位呢,可以躲這個大海 那麼,這是說一斤法改 一斤法改 那麼,當然,倒佛禪師一開始說這個一斤法改 完全站在這個清清,無上,平定,無中心,無阻無的分別 來說這個一斤法改 那麼,如果說以我們中心來說 沒有,我們凡無的中心 也沒有諸法 所以中心呢,不是中心 那麼,分和中心呢,都是平定,無上,無分別 那麼,這是可以每天說這個無所詛的求勤勤 到後來的無所詛,這個無所詛也無所詛 所以,無所詛也無所詛也無所詛 不可以說我有一個無所詛 我都沒有放下 別人都沒有放下 那麼,如果覺得我都放下,你們都沒有放下 我都發心,中心都沒有發心 這樣也是一個分別 所以,副到後來也是跟中心一樣 中心跟足分的,都是一個貼性 那麼,這是三十八,告訴大家這個一斤法改 當然這個一斤法改呢,它倒被殘屍 它收貼匪 那麼,它才有這個經典 哪會讓我們了解 但是這個真實的意義 就是,了解到這個一斤法改 還是說,主法在實行 這就必須要讓我們去受刑 要知道 但是,祭祖呢,它不是有分別的狀態 它也沒有這個五雄臨雄 也沒有這個發生的狀態 沒有這個五雄臨雄的狀態 所以,簡單說 如果以我們可以了解的來說 就是說,如果真實的發生 是沒有貪真實的 對吧 對吧 如果說,我們有貪真實的 說,有了解這個真實的發生 那麼,這是如果有了解的 那也是知道而已 並不是說,真正去聽五雄說 這個發生是怎樣 如果聽五雄發生是怎樣 他們當然是沒有貪真實的 沒有懷疑、執導、沒有安排 沒有分別、沒有懊鬧 對嗎?也沒有這些 有的、沒有的這種心情 那麼呢,如果我們還有這種心情那麼多 這樣說,讓我了解到這個 這個發生的一別、無分別 這樣標示說,那是一種 一種得力而已 一種得力 只有孩子說 這個孩子說 你問那個幼稚園的 說我說 你知道什麼A、B、C嗎? 我知道 那個是A 那個是B 只有很厲害 他也知道A就是A、B、C 你說你知道什麼電腦 我知道 那個就是電腦 那是電腦 他知道還是這樣而已 對吧?他也知道A、B、C 但是他還比較親密 他就不會死 對吧? 電腦他也知道 那是電腦 那要怎麼用 他也不一定知道 所以說 我們這個 我剛才的意思是說 這個一別的發生 他是沒有分別的 那麼 他是很親、很親的得力 我們如果說 心中充滿了分別 有種種的貪心事 或是種種的煩惱的心情 那麼標示說 沒有政治發生 沒有政治發生 雖然我們不知道 政治發生是什麼 這個政治發生 不是這種 凡夫重生的信領 所以我們自己 這是我記得說 比如說 我們人要有判斷力 如果有人告訴你 他政治發生 怎麼怎麼 結果呢 心中充滿了這些 貪心事 或是充滿了這些分別 或是這些有的 沒有的心情 那就標示說 這就像幼稚園 說他知道A、B、C 但是他不是實際 知道A、B、C 或是電腦 或是什麼 他只是說他知道 我知道 有那個東西 但是實際上 他的內容 他不是說 真知道 那麼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不要說 我們也是知道 譬如說 有人說 他已經了解這個 集合的發生 但是 還有 像我們 國畢有一些 心靈 這樣我們要了解說 那就是 好像幼稚園的人知道A、B、C 但是 他不知道 他的實際裡面 的內含是什麼 但是 重心 用一片 重心 我們要去 去思維 別說 人家說這樣 我們就去 去當作真 或是 去有便宜 那麼 那 醫療物來說 我們就是 知道說 中心要做到這個實行 更不簡單 就是幼稚園 對 那麼 所以好像幼稚園 有一個 小姐說有一個幼稚園 他說 問他這個幼稚園 他說 你幼稚園在做什麼 你幼稚園不是都 唱歌 跳舞 吃東西 你聽嗎 他說 哪有 還要睡覺 不然會累死 他說 哪有 還要睡覺 意思是說 很偉大 不是很偉大 不是 他們不是吃飯 唱歌 跳舞 他還要睡覺 不然會累死 意思是說 很偉大 那麼 我們這個 形容說 我們這個法性 他是這樣 我們沒辦法理解 但是 季秀就是 他的方向就是 要離一切上 離一切分別 這樣 那麼 這是一斤法改 第二 說 性心續造文 性心續造文 說這個進性 那麼 真如即滅性 這個性 聚衡三功德 其就映和三的功德 宿性 一級六萬 該由心變者 心變者 那麼 真如即的性 叫做性 那麼 這個心內叫做心 所以叫性心續造文 性心續造文 所以我們說這個心性 我們說 了解我們的心性 如果依照這段所說的 其實我們的心性 我們做一段時間說 視智本心 見智本性 心和性 如果依照過去祖書 心和性 是稍微無解 性是說這個真如 心 那麼心呢 就是說包含了性面的這個心 所以說 了解我們的心 了解我們的性 了解我們的心性 所以這個 好像過去的祖書說 現前眾性 當下一段心性 就是不性不別 那麼 當下一段心性 就是說 當下這段心 他的心是不性不別 但是有些人 他留下五歲 他當作說我當下 現在這段就是我的心性 就是我的本性 其實祖書說當下這段心性 就是說 我們當下這段貪心 先分心 還是分別心 他的性是不性不別 他的性是清真無性 並不是說你當下這段 我這段心就是本性 但是有些人 他以為我當下這段心 就是本性 當下這段心是什麼呢? 譬如說有些人 念不念要說 我現在清清淨淨 這段心就是我的本性 還是說我現在清淨淨淨 心不屬於外面的境界 來走 來扁 那麼是有外面的影響 來這個 來三性不一樣的 這個心念 那麼 因為說那念 就是他的本性 那念他的本性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說就是 心性心性 一般人都以為五歲 五歲說把那顆心動作性 性是無心無境界 那叫做性 那麼心呢 還有心有境界 甚至我看一個人嚇死來 之前有一個嚇死來的結言 那麼呢 我看過他的説裡面 就說說 哦 六祖怎麼 五祖怎麼 被平祖書 啊 之後呢 他說他說 他是怎麼證到他的本性呢 就是有一次的時候 坐到他的心裡都正正 好像不算立場 因為他說他看病 跟上個便宜 便宜跟註冊 他心也不動 那麼你說 好 這就是我的本性 我現在主持人也都不感覺 這樣 怎麼這樣 啊 當作那就是他的性 啊 這就是說 我們五歲的祖書說 現前當下 一念心性 是說 這念心 他的性 他是無靈 觸手觸手 那個性 不是說那個心 我現在可以感到那個心 我可以屬於那個心 還是說我現在心都不動 這個心 就是我的本性 就是說就是我本來的頻繁 那麼 這是說 心性 心性 好 那麼這個所在說性心 好 分性跟心 心性 所以有說 啊 性 性心也好 心性也好 那麼 那麼心跟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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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裏教 周師傅也來的 他就是 她有分 啊 啊 啊 心是說這個 啊 啊 真的 啊 啊 啊 那么心的,当然说,我们众众的心,那么心的心的变化 所以这个所在说,皆由心变造 论约说,过去马鸣菩萨经济一百步的大神经典 做这个大神起心论 那么一种心心起众两门,一种心心有门,二种心心没门 既然说,心有真如,跟心的生命 那么,同样是一个心,哪有两种的差变呢? 那么,只不过是普通跟水的差变而已 那么,像水,像我们说水,水就是水嘛 那么,水也有普通,普通,普通也是水,水也是普通 那么,好像说,譬如说,现在普通,好像经典说是普流 普流,譬如说,如果放胎后,水很大 水很大,水很大,水应很大,很强 那么,如果说水在哪里,水就在刷流当中,就是水了 那么,水就没有离开刷流,水流很近的行程 所以,这个水不和水的差变而已 意思是说,同样一个水 就是水的差变 就是水的差变 水的差变 水的差变